房地产最艰难的时刻可能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是因为现在有大量的资金开始流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 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资金大量流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 会不会对房价造成一定的冲击 那么未来我们还能不能够买房子 现在是不是就是抄底的机会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这次我们可以看出来很多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之前我们经历过很多楼市的救市行为 但是这些救市行为出台了以后 整体老百姓购房的意愿不是很大 为什么 因为房地产在过去20年的发展当中出了很大的问题 严重畸形 最主要的就是老百姓的信心丧失 对吧 难尾楼事件频发 包括很多人负债等等 但是目前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救市 尤其是年底出现的救市情况 都是呢 从国家政策层面出发 那这个呢 就和以往的一些放松是不一样的 首先呢 我们就提到了金融16条 然后呢 还有保交楼一系列的政策 从各个方面呢 来增加老百姓的信心 那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就是第一 资金大量的流入楼市 这个呢 和以往我们的资金流入楼市呢 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呢 在过去20年资金大量的流入楼市 但是呢 它没有一定的管控 又或者说呢 里面的钱不一定用在对的地方 这就导致到一个问题 我们之前说过呢 大量的拆迁 钱流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 结果呢 房价抬高了 而且呢 开发商过去玩的就是三高模式 不断的借钱 不断的拿地 不断的腾土地 结果导致到自己的债务越来越多 但目前的情况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个资金流入 我们可以视为专款专用 之前呢 我就跟大家讲过 在2020年底的时候 给了开发商三道红线 给了银行的两道红线 因为之前开发商呢 是负债太高 金融风险增大 那么要求开发商 在不断的降负债 可是呢 在这三年的过程当中 降负债的问题 成了开发商最难解决的问题 因为老百姓不愿意买房子了 又或者说 很多老百姓的需求被满足 所以呢 钱很少流入到楼市当中 那么现在呢 是不一样的 现在呢 我们讲的就是 专款专用 银行开始给这个开发商 进行贷款了 那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说明了 在过去两三年的时间里 那就说明一个问题 在过去的两三年时间里 开发商呢 已经把负债降下来了 但是这个降下来 并没有完全降到安全红线以内 但是可以看到的是 房地产开发商一面 出现了积极的信号 之前对于银行的两道红线 会慢慢的放开限制 资金呢 注入给了开发商以后 那么未来我们买到 纳美油的机会呢 就越来越少 而且呢 经过整顿 这两三年的房主不吵 已经呢 把市面上不好的开发商 全部给剃除掉了 那么未来我们能够看到的 一种局面 就是说 开发商是非常有信用的 而且呢 实力是不俗的 最关键的是呢 资金流是充足的 并且负债降到安全红线以下 那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关于保交楼的问题 我们之前就讲过 老百姓现在为什么不愿意买房子了 是因为第一 房价太高 虽然有房租不少的调控 但是房价呢 仍然在高位稳定 很多人觉得呢 花了这么多钱买了房子 但是呢 却被套牢了 或者说呢 有一定的压力 包括呢 我们说 很多房子在之前都出现了难尾的情况 以及质量问题 相信呢 很多人都在网上看到呢 房子出现问题的一面 比如说呢 地下车位 对吧 直接被水淹掉 还有呢 买的商铺 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 还有呢 家里面的墙体是歪的 等等等等情况 这就是过去20年 房地产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恶果 因为呢 他们只想着赚钱 并且呢 以极短的时间来建房子 那难免呢 就会出现质量问题 但是出了质量问题以后呢 我们维权的时间很长 并且很难 最终这些问题 全由我们消费者来买单 那么作为买房子的人 当然不愿意把自己辛辛苦苦的钱 全部化为泡影 那么未来呢 这种情况就会得到改善 因为开发商现在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房屋建设不过关 现在是没有人愿意出手买房子的 那么保交楼就是要告诉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从房子开始建的这一刻开始 就已经是安全的了 那么具体怎么做 就会有一系列的措施 在接下来还会频发 或者说还会全面的铺开 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拿到质量绝佳的房子 而不是天天出问题的房子 好了 说了这么多 很多人说 那么资金现在大量的流入楼市 那么我们现在还能不能买房 未来这个房子的价格还会不会大涨呢 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 房价不会出现白菜价 也不会出现大涨 因为有房住不炒 因为有租购并举 这些都是未来长期实施的调控 那么我们也明显的看到一个问题 经过两三年的调控 房地产市场当中的炒房客没有了 剩下的就是刚需以及改善的人群 那么如何去增加他的信心呢 那是需要有时间的 并不是说目前资金大量的流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 到了2023年 房价就会出现一波大涨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有三个方面在影响着房价上涨 第一就是老百姓负债的问题 过去呢 我们买房子是从零变到一 现在呢 是一变到二 我们的房子套数越来越多 我们追求生活的品质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的负债也越来越高 首先就是要解决负债的问题 试想一下 一个家庭想要去买二套房或者三套房 那必定要有充实的经济实力 又或者说只有把一套房的债务还的差不多了 才可以去买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是在2017年到2018年房价大涨的时候 买的房子 基本上就是高房价高利率 现在呢 直接被套牢 那么又有三年的疫情 我们的这个生活 或者说我们的收入大不如以前 有很多人因此负债或者失业 我们的负债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 那么我们出手买房的时间就会越长 想要呢 房价能够理性的上涨 或者说房地产市场彻底回暖 那么首先就是要解决老百姓的债务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交易量一定是上不去的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房地产的模式发生了变化 首先我们来讲开发商三高模式玩不下去了 开发商有三道红线彻底整改 所以未来我们能够见到的开发商 就是有实力的开发商 负债比较少的开发商 那么我们就能够买到安全的房子 另外一点呢 租购并局未来一定会出现 针对呢 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购房或者说住房方式 有钱我就买 没有钱 我就可以租 但是租和买并没有任何的区别 区别就是我们的收入来决定的 但不影响我们去享受城市或者说公共的福利 而且呢 房地产税一旦来临会增加持房的成本 那么我们知道呢 我们现在的空置率很高 而且呢 也有很多人持有多套房产 那么房地产税来了以后 市面上将会出现大量的房产 我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 就会彻底的进入买房市场 那个时候呢 房子又多 价格也会越来越便宜 所以呢 房价就失去了上涨的动力 又或者说呢 房地产的金融属性正在慢慢的消失 那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未来房价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 还会继续下跌 分化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在观望不买房子 就是因为呢 从质量方面也好 还是说整体房价来讲也好 都觉得不太稳定 因为在2021年房产是全面的调控 到了2022年就全面的放松 那保护期到2023年又开始调控 总之现在我们的房价虽然是高位稳定 但是呢 飘忽不定 很多人猜测不到到底是涨还是跌 因为如果现在买的话 可能明年会更低 那么自己买房子就多花钱了 而且呢 开发商的一些债务问题 还没有得到解决 虽然我们听说了 现在资金大量的流入楼市 但是给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更多的是 很多大房企出了问题 房子有难尾的风险 只有呢 大房企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交房 整个资金链是安全的情况下 老百姓看到的情况下 才会决定出手买房子 所以呢 在2023年 我们房地产呢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且呢 老百姓的信心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恢复的 所以说房价不可能出现大的波动 那么我们在买房的时候 就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买 而不是说 听说有资金注入楼市 就慌忙的去买房子 那样只会让人陷入更大的物件 当中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